这里是深圳穷实际 最近啊传起来很火的两家茶餐厅 一家是我们上次吃的金牌茶餐厅 这一家呢叫明星坊茶餐厅 都是依照香港口味来定制的 两家都有深圳比较便宜的惠林顿牛排 上次我们吃过金牌茶餐厅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明星坊 他们的菜品是怎么样的 跟上一次吃的做个对比 本次我们用了两张25抵50的券 加上9块钱的现金 还有49块钱的惠林顿牛排券 总共消费108 三个人吃八分饱 我们本次去的这家店是在水围 这一份是他们店特别出名的漏奶花 调味非常好 面包夹着炼奶和阿花甜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 柔软甜蜜而不腻 大家一定要趁热吃哦 尝尝看 他们这个面包呢是炸过的 煎后的把它换了黄油 换了鸡蛋跟黄油 所以是那种法式 法式鲸鲸� 我自己今天在家里做过 我自己今天在家里做过 不错 冰凝茶大雄觉得他的茶味偏淡 不推荐点 嗯 上面是那个冰凝茶 露起来是小熊的这种冰块 然后下面呢就是加了柠檬的冰凝茶 里面还加了冰 太淘宝了 他用的应该是那种西兰湖茶 但是呢 对了比较多的水 所以不会很懂 茶味很适中的 柠檬的话呢 这是有香味 会在这里面 这是小熊冰奶茶 那里面有什么 这应该就是奶茶冰牌的 那是小熊奶 然后还有这种方法的东西 然后这个呢就是港式奶茶 小熊冰奶茶和金牌 港式茶餐厅的口味是同样正宗的 但是呢香港金牌的奶味会更加浓厚一些 看朋友们喜欢哪一类 这一道菜呢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他们家的惠林炖牛排是我们发现 现在迄今为止深圳最便宜的 一个惠林炖牛排 仅要49块钱 我们吃了之后的感觉是 觉得这家的酥皮会比起香港金牌的 没有那么的酥脆和香 但是牛排的调味貌似香气更聚集浓郁 牛排肉质香一点 但是大熊觉得明星坊的惠林炖牛排 它的汁水就不够丰富 同时酥皮做的也太软 所以他更加喜欢金牌茶餐厅的 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明星坊的惠林炖牛排 它没有放鹅干 所以呢就没这么腻 所以香多多呢会比较喜欢 但是大熊跟摄影师小姐姐就比较喜欢金牌的 他们加加了鹅干会显得比较有丰富的油质感 这是他们的黯然销混饭 它的这个蛋呢可以选它的熟度 那我们点的是这种什么太阳蛋是吧 里面是有点半生的 跟上司一样 黯然销混饭 我们在吃完香港金牌茶餐厅之后总结过 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太阳蛋太多了 蛋液太多 吃米饭比较软 明星坊这边两颗太阳蛋的数量刚刚好 叉烧也比较香 所以我们一致觉得明星坊的黯然销混饭很好吃 大雄表示推荐推荐 香多多还可以要求大雄点了一份西多士 它的西多士整体感觉很香甜 脆脆的面包配上甜甜的炼奶和干香的咸蛋黄 丝滑可口 明星坊的话香多多个人比较喜欢 那大雄会更加喜欢金牌茶餐厅 然后先施舌姐姐保持中立态度 各位的话看情况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明星坊的惠灵炖牛排是48块钱 金牌茶餐厅的惠灵炖牛排是58块钱 两家茶餐厅的水平基本打平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